好 接下來讓我們看一些比較稍微輕鬆一點的新聞啦 就是看到小夢呢就知道 欸 訪問這個職業女神又來了 那麼這次小夢去訪問誰喔 就是訪問這位工地女神 哇 她身材看起來非常好耶 對 而且重點是呢 她個性還非常活潑可愛喔 那中間的小夢還跟她不自量力的稍微PK了一下 那就讓我們一起來看一下吧 誰說工地只有男生可以做 女生一樣可以 我們今天就要來介紹一位工地女神 但是她在哪裡呢 她在窗戶外面 欸 怎麼知道我在這邊 給我過來喔 因為她看起來很恐怖嘛 好啦 我們現在過去找她 好 哇 來了 哇 耶 我歡迎愛麗絲 嗨 大家好 我是愛麗絲 我是網友稱之為的 工地女神 愛麗絲在抖音上也有超高人氣 時常發布一些工作相關的影片 被網友封為工地女神 調皮可愛的個性也擄獲了大批粉絲的心 今天就讓我們來餵餵她 耶 想問愛麗絲呢 為什麼一開始會要做工地啊 因為那時候原本是一名健身教練 有看得出來 對 然後因為疫情升三級嘛 沒有辦法工作 所以那時候我師父就帶我一起來工地上班 工地女神到底有多厲害 我準備幾個小PK要來跟她比賽一下 Yo 我們現在馬上就要來進行PK賽 分數秒的時候延長線 看誰收的比賽好看 再來呢 就是要來搬磚頭 但因為現場找不到磚頭 也太重了啦 所以我就拿她這個A4紙磚 你準備好了嗎 好了 有在聽嗎 那我就要開始囉 這個比較高的還要好收耶 這太太 其實可以耶 你有確定嗎 我覺得她收不夠耶 師傅 師傅 想問一下這樣子大概可以給幾分 10分的話應該 5分 就只能這樣子 4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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這樣的話大概可以給幾分 5分 好拚新手 可是我 5就賣我輸了 那我們剛剛呢 其實都獲得了非常低分的5分 那我們打分數的是誰呢 就是愛麗絲的師父 哈囉大家好我是 曹哥 你覺得他真的有幫到你的忙嗎 他是有幫到忙 他沒有幫到忙 是有幫到忙啊 那我們現在呢就要來進行PK Part 2 看誰深蹲比較多下 欸你做幾下啦 欸為什麼不理我 要保持呼吸 你是毛起來在做就對了 小夢完全失敗 我們再來幫我問幾個愛麗絲的小問題吧 好的 健身教練然後到這個工地女神 你有比較喜歡哪一份工作嗎 你覺得這個形象的轉變是怎麼樣 要去一個工作環境是很吃同事 像我以前的工作環境其實蠻勾心鬥角的 健身就有業績嘛 業績那就會有那個公平均 剛進來工地的時候 我那時候邊做 我這樣心裡想說 嗯 其實偶爾做這種勞 勞做這種勞工的這種東西好像還不錯 就是跟大家都在一起很舒服這樣 比較快樂 比較快樂 因為工作就是要快樂 對快樂的感覺很好 對啊 那你爸媽聽到你要做工地之後會不會覺得有點心疼 就是女孩 我爸做那個啊 做鷹架的 喔所以爸爸也是同行 我爸也是同行 你是鼓勵我的啊 對啊 未來可以出水母架水電 真的假的 對對對 也沒有到很困難啊 對啊 因為困難都不是我做 自己都做比較累 對啊 應該要講我們工地有很多職業 有些是出工啊 是搬運 要不然就是打掃 但是我們水電工是技術工 啊 技術工的話就是比較做一些 細節的東西 比較細節的東西 那你喜歡男生的條件有哪些 你喜歡怎麼樣的男生 我覺得男生喔 就是比較幽默吧 那如果以男生來說 你覺得誰是你的男生 土地工吧 我還真的沒想到 這個是男神欸 你的口味 總是比別人重啊 這個我們做這塊 就要建案的時候 要拜一下土地工你知道嗎 這是我們的男生 那我們謝謝愛麗絲 謝謝好好 謝謝 謝謝 送送送送送送送